其实不少糖尿病患者 为了避免病情恶化 都会通过饮食控制病情 台湾腎众科王介立医生 日前在个人社交平台发问 据英国医学期刊 曾经发表的研究 原来饮用咖啡、茶和水 都可以有效降低死亡风险 三者都可以下降两成 而代糖饮料和果汁 的影响就是中性 不是好也不是坏 不过研究指出 含糖饮料会增加死亡风险 每日饮用超过一份的含糖饮料 会令死亡风险平均增加两成 研究同时证实 若果将含糖饮料 转为代糖饮料 可以降低死亡风险 王医生说 这样证实了 过去的主流认知 就是代糖 可以减低糖分造成的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牛奶 低脂牛奶倾向较好 而全脂牛奶倾向较差 所以2分8的结论 只可说牛奶大致上是中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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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